香港乡美港公路深夜发生了枪响 一群人吃姜母鸭喝酒之后发生了口角 当场打了起来 其中一名灵性男子还料人 企图要把另外一个人押走 警方赶到现场为了压制这伙人 只好对空鸣枪 而发生冲突的两个人也双双挂财送医 看到有警察冲过来开车的也顾不得 后车门上还挂着两个人直接踩油门把车开走 连看情况就要失控 为了压制群众警方对空鸣枪 接着大批警力到场 还有人对着远警抢瞎似乎已经醉到不行 1号晚上11点多 一群人到姜化申港这里吃姜母鸭 酒过三巡后起了口角 48岁的灵性男子找人来 疑似想把49岁的理性男子押走 警方到场看到人就要被押上车 立刻对空鸣枪 理性民众招多人来拖行 欧打远警 为了这个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 随即对空鸣枪两发 因为灵性跟理性男子都有伤势 陆续也被送到医院 患者两名在地板上 一个头部撕裂伤 然后另外一名较严重的为 左半部的肢体有一丝骨折现象 一群人明明就认识 相约喝酒 就后却逗殴闹事 闹进医院后还要到警局接受调查 季节大号帽将会报道